接下来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5.49个百万 它有没有包含销售退回 没有 还有刚刚的4.2个百万 也没有包含销售退回 然后在刚刚最后 我们在做这个销售退回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张这样子的图 然后去标示这个是销售退回 这个是正常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张图复制 然后接下来放到这一页 然后直接做贴上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们现在点一下它 点这个空白就是不包含销售退回 你看这数值是不是整个直接改了 请问这个0.28 这个有看到0.29 当我点一下它是不是变成0.28 好我要告诉各位 我希望你们以后要有更明确的一个敏感度 就是你看当我点一下是这边所影响的销售的成长率是0.35 这边是0.28 可是整体我不管全部全部都算在一起是0.29 请问一下是销售退回影响我的销售比较多 还是没有销售退回影响到销售成长比较多 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这已经是一个更高阶的专家来去思考的问题了 这几个数字的变化是有意义的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我们先不要求你去分析这些 但是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可不可以真实的把2015年销售额算出来 可以包含那个退回 刚刚不是有那个条件吗 可不可以继续再写筛选2 可以吧 继续写哦 继续写 就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然后接下来再写第三个参数 好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呈见方式 这应该没问题吧 复制贴上 然后点一下这个部分 你就做完了 好 这还蛮快的 但是我觉得还有 还有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直接把这个数据直接去做调整 逗号 接下来呢 这个退回 退回 退货退回 好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一撇 找退货退回 退货退回 退货退回等于什么 空白 空白怎么表示 一撇一撇 这样子就是空白 可以吗 Enter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是2015年 2016年 2016年 这个 是不是在继续 加一个 逗号 然后一撇 退货退回 退货 退回 然后呢 等于 两撇两撇 Enter 请问这个数值 是不是直接换了 我这边没有动哦 甚至这张图 不再都没关系 对不对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两种方式 都可以 可是请问你 这种方式 是不是会比较好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漏放了 这一张图 可是通常我们应该要呈现 是真实的数据 给别人观看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哦 如何在这个地方修改 2015年总销售额 把销售退回也扣掉 所以这边我们的参数就是 我是不是要符合2015年的 我是不是要符合退货退回是没有的 对不对 没有的就是等于空拔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这件事